13号由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央委员会成员 穆罕默德·阿什提耶领导的新一届巴勒斯坦政府 在约旦河县城市拉姆安拉宣誓就职 与上一届政府多数成员为独立人士不同 本届政府的成员大多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巴结组织中的第一大派别法塔赫 其余成员为巴结组织中其他派别成员或独立人士 不是巴结组织成员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当天发表声明称 新一届政府为分裂政府不具备合法性 并呼吁举行大选 今年1月27号 巴塔赫中央委员会提议由巴结组织内部派别 和独立人士组建新政府 1月29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接受时任总理 哈姆达拉以及其领导的政府的辞呈 并要求哈姆达拉政府继续工作至新政府成立 3月10号阿巴斯任命 巴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阿什提耶为政府总理 授权其组建新政府 4月10号阿巴斯洛基予